KeyFriend的操作在剪教軟體裡面非常重要 所以上一集我只是介紹一下大概的功能 所以我這一集用來示範一下 讓你更了解這個KeyFriend的操作的概念 好比如說現在這是一個Stand 好我們來聽一下這Stand怎麼說 製作網路影片帥不帥也不明 雖然不是絕對的條件 但是可以把自己修得漂亮 好我們這邊可以第一個可以做什麼 第一個比如說opacity這個叫透明度 透明的這個最透明跟不透明 好那我們可以先設一個頂 然後到這邊來 再設一個頂 好那我們可以回到前面那個頂 把這個頂的變得最透明 然後結果會怎麼樣 製作網路影片 就會先飛黑 好我們來看一下 製作網路影片帥不給 這個動作當然就像一個飛影的動作 那當然只是在本身這個剪教軟體 這邊這個動作拉過來也是一樣 那我現在因為我現在在用軟體在錄影 這個功能就不能做 所以沒關係你自己可以操作看看 好那這個不是這麼重要 好那我們再來示範看看其他的做法 比如說 我們再從這邊設一個頂點 應該說我們再從這邊設一個keyframe 然後製作網路影片 好再設一個keyframe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其實keyframe這個動作 它可以同時做很多個動作 就是這邊所有的動作你都可以做 甚至下面這邊 只要你有設keyframe 它都可以一起做 那通常我會使用這兩個group 一個是transfer 一個是croft 那你如果都不設的話 它就不會做這個keyframe動作 比如說我現在這邊做了一個keyframe 那我這邊croft 我如果沒做它就不會動 不會連動 那如果我也做了 那你看 我現在做了呢 它因為它為什麼這邊有指標 這邊沒有這個指標 沒箭頭 因為我這邊前面沒有做 我這個croft的項目 我前面沒有做 所以我到前面來 未來補一個 這樣的話我就是同時的keyframe 可以同時動作 但你也可以標在一起啊 這麼有限制 我只是現在示範給你看 比如說我要做什麼動作 第一個我做一個 我們在前面這裡 做一個縮小 然後把位置移動一點 XY我都動一下 然後呢 然後我做一點rotation 旋轉 轉大一點可以 我們轉一圈好了 我們多轉幾圈 然後呢 我們再來這個 變形的旋轉 然後我們再來做什麼呢 左右的切割畫面 這樣做完之後呢 你可以到下一個keyframe 下一個keyframe 我們就是原本一模一樣 就是根本沒有動 所以你可以看到變成什麼樣子 製作網路影片帥不帥 OK 這個就是一個概念了 這就是keyframe 所以為什麼我說 我其實教你方法 其實怎麼樣運用 什麼樣的情況 運用是看你自己 好我們再回覆之後 再跟你講 在這個keyframe 在答案體裡面 keyframe還有一個效果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做一個 比較簡單的 我們來說 把它做一個 在這邊 到這邊之後呢 做一個 直接做一個ring 動作 動作 用動作 之後 調整一下 好 當然就 這個構圖稍微調整一下就好了 所以正常的速度 它的硬是這樣的 也就是說 你設了兩個keyframe呢 那中間這個移動的速度呢 是由這個電腦團體自動運算出來 因為你已經給它兩個keyframe 兩個參考點 就是這個點跟這個點 這個點跟這個點 在這個點跟這個點之間 它用非常平順的 叫Liner 速度的運算點 好 那如果說 比如說你到這裡之後 如果你到這裡之後 你很像的 再快一點 你應該怎麼辦呢 那當然有一個方法 一個偷機的方法 再設一個keyframe 設完這個keyframe之後呢 你把這個 下一個keyframe往前移 那結果會變成這樣 製作網路影片 也就是說到了這個點之後它會加速 因為速度我們修過 由這裡來空間 OK 好 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動作呢 我們剛剛把這個 這個 中間這個keyframe 我們先取消掉 它這邊確實還有一個可以選擇 現在這個是position 好 那我們來到 你可以看到我們點開這個curve的地方 它會先讓你看到 不一定是你要的 不一定是你要的動作 你把這個完全展開之後 比如說我現在修改的是 順的動作 我們再把這個 這個胎子在空間 OK 你就可以看到 順這個動作裡面 還有不同的選項 這四個是什麼 如果你不選它 這個叫做 這個從這裡 這個點 這個keyframe到這個點 我們叫做Liner 也就是說 中間的速度呢 是由這個電腦畫面刷 可是如果你要改變這個點 除了我剛剛的方法之外 還有什麼方法呢 比如說你點這個 這個時候 我們刷後面的keyframe這個點 我們再點一個這個 這個我們叫做Easy Easy In 那中間這個叫Easy Easy 那這個呢 叫Easy Easy Out 那通常在後面這個點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Easy Easy In 它就可以做一些調效 你搭到這個可以做一個 我們就誇張一點 可以看到這個這個動作 這支網路影片帥不帥 美不美 你看它Ring之後呢 有點詭異喔 Ring之後再拉出來一點點 這支網路影片帥不帥 美不美 OK 好 那你也可以來到這個 前面這個點 做所謂的 Easy Easy Out 也可以做一個 比如說我們再做誇張一點 比如這樣 然後變成怎樣呢 製作網路影片帥不帥 OK 好 這個效果老實說在我個人操作機 你有用過 我只是告訴你有這個方法可以做 這都是一些工具 所以要怎麼變化操作 你可以自己去 用你的創意來做 我們今天就先聊到這裡